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2日,2021-22赛季,NBA常规赛,激战正酣。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,胡人队球星詹姆斯,成为了球迷,和媒体关注的焦点。 由于球队战绩不佳,以及不久前,称自己的未来,充满不确定性等言论,在球队上一场28分,输给提胡队的比赛中,詹姆斯,遭到了主队球迷的狂虚。 虽然詹姆斯,已经在镜头前,否认了自己的离队传闻,但关于此事,依旧有很多媒体,进行分析。 在今天早些时候,体育法报,NBA记者Chris Mannix谈到了詹姆斯的未来,在分析詹姆斯的前代下加时,他提到了绝金队的名字。 Chris Mannix先是讲述了2018年的一段往事,他说道,绝金队,在2018年,就是图达到詹姆斯,当时,他是自由球员,绝金队官员曾告诉我,我们希望追求詹姆斯,我们想得到, 与李奇保罗,和詹姆斯会面的机会。我们不在乎他签什么两个合同,一年还是五年,无论他想做什么,我们都想要他。 随后Chris Mannix说道,小麦克尔波特,因为被伤,成为了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球员,但是,他状态好的时候,我们在过去一两年里,也看到了,他有潜力,成为一位精英级别,得分手。 当他一切都好时,他可能比胡人队,在这些詹姆斯交。